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为何守着寂寞终身不驾 是谁解开了他们尘封半个世纪的心灵密码 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 和平年代心灵密码本期为您讲述 讲述军民故事品味军旅人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在广东照庆这个现代都市的屋檐下 有一条小巷 小巷的深处有一个几乎被时代遗忘的角落 只有熟悉这里的人们才知道 这里住着一群戴着神秘面纱的女人 他们为自己的心灵设置了独特的密码 从此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佛像清灯是他们唯一的寄托 他们就是我国最后一代自淑女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 聆听一个年代久远而有县为人知的故事 锦临赵庆市端州区江边 有几条幽静狭窄的小巷子 因地处重袭塔脚下而被称为塔脚路 有些剥落的青砖墙壁承载着古老的历史 长有青苔的石板地上印记着流逝的岁月 小巷青砖石板 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个沧桑而幽远的故事 据当地人介绍 这几条古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原先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 大都搬到闹市去了 留在这里的基本上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我国最后一代自书女就聚居在这里 我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一般呢就是也是有一种那种神秘性 但是他们之间呢就是非常团结的 但是一般的人呢就是比较难接线他们 他们一般是不予接待 熟悉他们的邻居和社区工作人员 都称这些自书女为姑婆 他们居住的房屋也被叫做姑婆屋 姑婆中现在年龄最大的已经八十有六 最小的也七十四岁了 在幽静的小巷深处 寻着空气中淡淡的香火味 我们找到了他们经常聚集的地方 观音堂 以前他们还是群居住在那里 后来他才住过来 后来有了买了这个地埃子 这个自己的个人的私有的房子 有的才住出来 姑婆们每天都会准时来到这里 焚香祈福 享受这与世隔绝的清静 听姑婆们说 观音堂是道光年间 附近一个有钱的富太太 梁和苗出私建造 从此这群自书女才有了棋身之地 这座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老宅子 见证了这些自书女清贫而又苦难的一生 自书女这个群体产生于清朝后期 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特有的一个女性群体 清末民初 由于妇女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比较低下 而一些代嫁的姑娘 为了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 争取独立自主的生活 她们情愿终身补假 而由家人选择日子举行书记仪式 将自己的辫子挽成发际 仪式永不嫁人 她们也因此被称为自书女 自书女们就是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反抗命运 而居住在塔角路的这些古习老人 每一位都有一段悲伤的传奇故事 许多年前 来观音堂的自书女最多时有一百多人 她们大都来自贫困家庭 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了自书女的生活方式 沉封自己的内心 她们的日常生活主要依靠编织草席 到工厂做工来维持 在那个封建设备 即使是有什么困难 她们的自力更生都自己解决 不会求罪于什么其他不相干的男人来解决 自书女姐妹之间非常团结 她们守着寂寞 吃宅念佛 几乎不与群体以外的人有过多的接触 由于她们这个群体的特殊性 在封建社会常常遭受人们异样的眼光 有时即便是亲戚也会选择远离她们 并不完整的人生经历 养成了她们与社会与其他人群格格不入的孤僻性格 亲亲寡愈的这种过日子 也不喜欢太喧嘩 或者是很多到人群很密集的地方去 她们一般都不去的 一般就是自己姐妹之间圈圈们 自己平时一个人就支支席子 然后她们有时去早晚去烧香 集合自己的希望 虽然小巷里门对门户对户 却没有人能够轻易地走进观音堂 也没有人知道 这长满排鲜的墙内发生着怎样的故事 随着岁月的流逝 塔角路观音堂里的自书女大斗相继离世 只剩下了现在的七位姑婆 然而姑婆们这种孤独封闭的生活 却在1988年发生了改变 那是源于一群绿军装的出现 满年的她们生活得非常幸福 并且还拥有了一群特殊的兵儿子 住在塔角路的邻居们都知道 如今绿军装就是走进观音堂 这扇神秘大门最好的通行者 这群特殊的兵儿子 就是武警赵庆之队端州区中队的官兵们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些从不愿与外人接触的自书女 与武警官兵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这还要从22年前的一个雨天开始说起 22年前 夏天的一个午后 端州区中队的战士们 在离塔角路不远的训练场进行射击训练 训练结束时 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官兵们急忙跑到附近小巷里的观音堂 想在这里避避雨 不料却被几个拿着扫着的姑婆 连打带喊的赶出了观音堂 不得已 大家只好冒雨跑回了中队 我们指导员了解了 通过明镇节 就有会去了解 原来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是集体 百思不解的老指导员 在认真了解了这群特殊的姑婆后 知道他们一直生活的非常孤独和凄凉 便下决心要去帮助和感化他们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走不近 那时候的我们老指导员 他就是去到那里的时候 就在扫那个街道的街巷 从此每逢周末 指导员就会带上一个班的战士 到观音堂附近 清理垃圾 清扫房间屋后 起初巫婆们只是隔着门缝 看着这群穿军装的人在那忙活 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高照 他们都会准时出现在踏脚路 终于有一天 官兵们像往常一样打扫卫生的时候 在姑婆屋门前的地上 不知不觉中多了几碗水 看到我们是满身的大汗 然后就拿了几个碗 放在门口 然后又把门关住了 他就说给我们喝水 他意思说看我们各个战士都流汗 因为那六七夜份很热 广东的天气 京城所至 今世为开 虽然这些姑婆们受世俗和封建礼教的影响很深 常年不与外人打消道 但门前地上的这几碗水 让中队的官兵们看到了希望 虽然姑婆们一句话也没有和官兵们说 但是这几碗水已经足以表明 他们不再把官兵们拒之千里之外 当时中队的营区离塔角路不到一百米的距离 由于工作的需要 官兵们时常会路经塔角路 在一次执勤归队的路上 几名战士看到73岁的吴姑婆摔倒在地上 于是战士们立刻背起姑婆 把她送进了附近的医院 事后官兵们得知 吴姑婆是想自己开荒种菜 因为累了摔倒在地上 于是官兵们都劝她 以后吃菜的事不用操心 都包在他们身上 哥哥 好意志 关心我们 帮你们 永远都包 素地 搞爱生 这些战士非常地阳光 把自己种的蔬菜 把自己的米 油 送给他们 给他们无私的帮助 给他们带去了人间的温暖 他们本来就是很孤僻 我想一个人生活 又无依无靠 从此 每当中队的蔬弟弟 长出了新菜 战士们都会烧上蔬菜和生活用品 来到塔角路 看望和照顾吴姑婆 都是自发的 他们战士都会想 都会提醒我们 特别是工作忙的时候 有时候还没到八一的时候 他就说 指导员 队长 我们要组织去看自首里 我们都很想 渐渐的 吴姑婆感受到了 那一份诚意和真情 也开始把他们 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由于吴姑婆年事已高 几个月后的一天 她的病情突然加重 邻居们发现后 给中队打去了电话 指导员立即指派了一名 后勤战士 前来照顾姑婆 他已经 已经是下了林威的 那个通知书了 所以说 纪委会打电话 跟我们说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 还没想到他那么快 就叫做战士过庆 后期的时候 他的眼神当中 就只有战士读懂了 他的眼神 其他人都不知道 他说什么 后面的时候 才知道他要指导员过来 就这样 在见了兵儿子们 最后一面后 吴姑婆没有遗憾地 走向了他人生的终点 其他的姑婆们 亲眼目睹了官兵们 对吴姑婆的细心照料 也被这群朴实的军人感动了 每次支队干部都会细心地安排广东本地的战士 去跟姑婆交流 现在有一群 这个集体 这个武警的集体 钻石集体们来看他 而且过年过节 都给带来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有时候看到他们在一起很开心的样子 我就觉得 真的是那场面非常的温馨 通过对邻居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走访 官兵们逐渐了解了姑婆之所以这么封闭自己 遇事隔绝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有很多人接触他们 只是因为好奇的心理 而外人的好奇心 对于姑婆们来说 就是一种莫大的伤害 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 姑婆们都已经是风竹惨年的老人 对于那些陈年旧事 他们也不愿意再对任何人提起 所以官兵们都把姑婆当成自己的亲人 尽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却从不过问他们的往事 我们现在的战事 我们去之前都教育他们 尽量不要问他们的过去 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引測 对我们来讲 他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了 所以我们不想去挖他的伤疤 但让官兵们没有想到的是 姑婆们却主动对他们敞开心扉 说起那些从不愿跟外人提及的往事 他为什么会跟我们讲 因为他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儿子 将他的过去 将他的苦难使 就是说有苦难 大家一起分担的话 那么悲伤都少了一半 快乐的事情也是一样 他也会跟我们讲 不知不觉中 在观音堂前 姑婆们和官兵们之间 有了手牵手画家长的温馨一幕 多年来 中队的官兵们用真情打动了这些孤独年迈的自书女 让他们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虽然记不住中队每一个人的名字 但是只要看到中队的官兵 姑婆们都会亲戚的叫声 兵儿子 如今兵儿子和姑婆们之间的情缘 已经续写了22个年头 俗话说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22年来 虽然中队的干部战士 换了一茶又一茶 但照顾自书女 却从未停止过 这也早已成了中队 一个重要的传统 分别是春节的时候 新兵下队的时候 八一 以及老兵退伍 这四个节育的时候肯定会去的 每年年初 在新兵下年后的学习和教育过程中 连队干部都会专门向新兵们介绍 中队这个特殊的传统 我刚下军队 我们指导员就带着我们一群新兵 到那里看望那些姑婆 他们觉得他们环境以前不是很好 现在改善了很多 而每年的老兵退伍时 大家舍不得的不仅是军装战友 还有塔角路上的这些姑婆们 是这样的 他就说 最简单的 他要走的时候 他就跟那些姑婆说 姑婆 我以后成了一番事业的时候 必定还会回来 回到住地来看望里 义务照顾自书女姑婆们 已经不再是中队的一项硬性规定 而是官兵们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 每次去看望姑婆 大家还会带上卫生员 给姑婆们检查身体 住在塔角路的邻居们都知道 姑婆们虽然平时不愿意跟别人交往 但是只要见到了官兵们 他们却愿意和这些兵儿子们在一起闹家场 我们就把他当成自己的长辈一样 那些人是很自杰的 就像自己的亲戚一样 就牵着他 扶着他 然后出气 还有出门 都是这样扶着他 就像自己的奶奶一样的 他们不仅仅现在是一种亲民关系 而且是 带着有一种现在亲戚的关系 是吧 我们这个部队把他们都称为姑婆 是吧 我们的自属女也把我们的官兵称为好儿子 是吧 把我们这个平时的雍正儿民啊 已经深化了 深化到我们这个成为亲戚的关系 由于中队担负的执勤任务繁重 同时有严格的纪律约束 官兵们很少有空余的时间外出 但是一有时间 大家宁可放弃外出娱乐的机会 也要到塔角路的家里去看看 普通的几句家常话 也让这些远离家乡的官兵们 倍感温暖 他们一来啊 丁儿子来了 他们就分手相告 大家都聚在一起 非常开心的聊天 他们很开心的 那种笑容是从心底里自发 上发出来的笑容 我就看出来就是说 平时他们就是很平静的生活 这种笑容觉得很温暖 如今 对于姑婆们来说 曾经的苦难已经远去 塔角路古老的巷子里传出的 不再是他们焚香诵经的孤独与寂寞 取而代之的是自书女和兵儿子温馨的欢声笑语 封建社会留给这些自书女的伤痛与苦难 我们无从探寻 只有观音堂前大红的春联和营绕的香火 还在默默的恪守着古老的船头 春去秋来 青丝一变白发 现在姑婆们早已从苦难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这些朴实的兵儿子 犹如一抹温暖的阳光 照进姑婆们落寞而苍凉的内心 也打开了他们尘封半个世纪的心灵密码 而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由武警官兵们艰辛努力 不懈坚守 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 更是这些曾经孤独凄凉的姑婆们 晚年收获的最宝贵的财富 和最淳朴的人间真情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面对儿子生病 亲人离世 他用怎样的坚持感动了建门观 一名从未听懂课的小孩 是谁在交给他希望 面对一群天真贫困的孩子 他们用怎样的爱心 书写着绿色的奇迹 和平年代建门情思 下期为您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